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危险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危险因素 方法 结果 ST断台高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心脏破裂的比例 高于非ST断台高性心肌梗死患者1.574 724-0.2 15560 P0.01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年龄O等于0.827 95CI0.726-0.941 P0.01 住院期间再次心肌梗死 O等于0 001 95CI0.0000418 P0 P0.05 血红蛋白 O等于1.129 95CI1.0511.212 P0.01 血清总蛋白O等于1 453 95CI1.0701.971 P0.05 及血清酶O等于0.000 95CI0.00001 P0.01 与心肌梗死后发生心脏破裂相关 结论 合并高龄 住院期间再次心肌梗死 低收索压 左前价值病变 血红蛋白降低 低总蛋白和高血酶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容易发生心脏破裂 应注意防止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 按照参考文献 急性左先是由离壁破裂至突然的梗死部位透壁性心脏破裂 引起心包甜色 并在30分钟内死亡 事件隔穿空只超生心动图 发现事件隔之间异常分流 有些是养饱和度显著身高 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患者的临床信息 寻去自住院期间的病例资料 二研究分组 三心肌梗死部位的判断 前臂心肌梗死至心电图V1 V6 E和F-1ST段抬高 下臂心肌梗死至心电图 二 三 F和V7 V9-0ST段抬高 前臂和下臂心肌梗死 指前臂和下臂导连中 分别至少抬高两个导连 后臂 下臂和右先是心肌梗死 G2 三 FV7 V9和V32 V52-0ST段抬高 四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软件 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 加减S表示 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EMQE Q3表示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主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体检验 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当例数三十时 可认为是正态分布 组件比较也采用独立样本体检验 技术资料一律或构成笔表示 技术资料的组件 比较采用K2检验 心肌梗死类型 包括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和梗死部位 包括前臂 下臂 前臂和并下臂和用心事 与心脏破裂造成的心人性猝死之间的关系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危险因素 采用2.Logistics回归分析 采用双色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基本资料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的比较见表依 与对照组比较 心脏破裂组患者的年龄较大 男性和吸烟时比例较低 关心病家族时比例较高 P0.01或0.05 心脏破裂组65岁及以上者共55例 占67.9% 2.G网病时 3.血液检查 两组患者血液检查结果的比较见表3 与对照组比较 心脏破裂组患者白细胞技术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水平较高 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水平较低 饼胺酸胺基转移美水平较低 骨胺酸胺基转移美水平较高 白蛋白和总蛋白水平较低 空腹血糖和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水平较高 血清美离子水平较低 P0.01或0.05 其余化验指标 两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心脏破裂组血清美离子水平高于正常值1.03毫模2 每L这共22例 占27.1% 血清总蛋白低于正常值65 DL这共64例 占79% 4心肌梗死相关检查 两组患者心肌梗死相关检查的比较见表示 与对照做比较 心脏破裂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较低 左心是射血分数水平较低 超生心动图平时是鼻瘤的比例较高 P0.01或0.05 心脏破裂组左心是射血分数 45% 45% 这共30例 占37.0% 六手术情况 七住院期间的不良事件 与对照做比较 心脏破裂组患者死亡 百分之七十四点零六十八十一比零 P0.01 再次心肌梗死百分之九点九 八十一分之八 比百分之零点九 二百一十一分之二 P0.01和心力衰竭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十八八十一 比百分之零点九 二百一十一分之二 P0.01的比例均较高 老梗死百分之一点二 八十一分之一比零 P0.05和出血百分之四点九 八十一分之四 比百分之二点四 二百一十一分之五 P0.05的比例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八五心脏破裂组的临床特征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四千七百二十四例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五 五百六十例 心脏破裂的比例 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五十四 七二四和百分之零点二 十一五五六零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在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和病心脏破裂患者中 前臂心肌梗死四十五例 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三 下臂心肌梗死十例 占百分之十四点三 前臂和下臂心肌梗 十一例占百分之十五点七 后臂、下臂和右先是心肌梗死四例占百分之五点七 在前臂心肌梗死患者中 前臂中部心肌梗死一例占百分之二点二 侧臂心肌梗死三例占百分之六点七 新肌前臂心肌梗死三例占百分之六点七 广泛前臂心肌梗死三十八例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四 心肌梗死后和病心脏破裂患者发生促死共六十例 其中急性阻心是由dB破裂后发生促死五十七例 事件隔离穿孔患者发生促死三例 促死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P分相关分析显示 心肌梗死类型相关系数为-0.07 P0.05和梗死不脉 相关系数为1.151 P0.05与心脏破裂造成的心原性促死之 皆无相关性 就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相关因素分析 表期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年龄 住院期间再次心肌梗死 收索压 左肩降致病变 血红蛋白 血清总蛋白及血清美 与心肌梗死后 发生心脏破裂相关 P0.01或0.05 讨论 胰岛素可引起心肌细胞对梅离子的摄取 这种效应与血浆中 梅离子和葡萄糖水平有关 在有大量葡萄糖存在的情况下 胰岛素的降美作用 可被葡萄糖转运蛋白抑制剂跟皮素所抑制 因此 心脏破裂阻患者血清美离子水平升高 可能是由心肌细胞缺氧缺血 及较高的血糖水平共同导致 美离子对于心肌细胞的收缩功能有较带影响 心肌缺血缺氧后 美离子通过抑制心肌细胞 L型离子通道 即内致老钙离子通道活性 减少钙离子释放 加剧酸中毒对心肌收缩力的损害 除此之外 持血的美离子升高 或者ATP减低 会是缺血在关注后的心肌对于胶剧 在动物模型中 AT肾上腺素能受体激活后 血浆内进息水平的美离子水平 增高25% 陷入身高心率和血压 但与心血管效应 可快速恢复不同的是 包外美离子升高效应在停止注射药物后 仍持久长时间 心肌收缩力减低 可能导致快死组织和正常组织的机械硬力增大 从而加大心脏减切力 加大心脏破裂风险 而心肌梗死后应激反应 使得肾上腺素能受体激活 导致血浸美离子水平持续升高 并伴随血压及心率的变化 进一步加大了心脏破裂的风险 除此以外 低美血症在心力衰竭患者激发性高血压中较为常见 可能与肾素血管紧张素 全固酮系统激活 导致水满逐流有关 本研究发现 心脏破裂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 均低于未发生心脏破裂患者 其机制目前上不清楚 推测可能与心脏破裂患者心肌收缩力明显减低 导致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有关 本研究显示 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患者的血清肿蛋白 及白蛋白水平均低于对教族 血清肿蛋白降低于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危险因素 既往文献报道 低白蛋白血症为85岁及以上女性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 早期接受直接PCR有利于降低包括心脏破裂在内的心肌梗死病发症 这可以从部分解释为何心脏破裂阻患者的总蛋白及白蛋白水平较低 住院死亡心理山结合出血的比例均较高 在长达42个月的随访中 患者的全阴死亡率和心理山结发症率仍然较高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血清白蛋白与炎症物质运输有关 炎症反应可能会消耗血清白蛋白水平 既而降低血清白蛋白水平 二、血清白蛋白降低可能与血管内皮病变的严重程度有关 其通过参与无腹瘤而降低心脉膜和组织灌注 三、参与心肌缺血在灌注损伤 因此PCR术后的低蛋白虚症可能是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发生心脏破裂的直接危险因素 文献还报道 心脏破裂患者平均血流及PCR后平均血流举少于对焦组 而且心肌成分级显示 心脏破裂患者PCR后的组织在灌注情况降对焦组查 可见PCR术后的持血性缺血使得心肌组织增加脆弱 更容易出现心脏破裂 研究还提示高龄、女性、血红蛋白降低、白细胞和中性立细胞升高 也是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的危险因素 在本研究中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心脏破裂的比例为1.5% 高于非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心脏破裂的比例 0.2% 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生透明性心肌梗死后 局部梗死区域的心肌细胞大量凋亡 心肌组织发生坏死 导致心肌层薄弱 同时心肌强烈的炎症反应导致细胞外肌质重塑 心肌组织催性增加 容易对周围心肌正常组织产生减切力 从而加大心脏破裂的风险 在ST断胎高型心肌梗死 发生心脏破裂的患者中 前臂心肌梗死占绝对多数 心脏破裂部位多的左心是有离弊 原因可能是这个部位的大面积心肌梗死 较其他部位心肌梗死 更容易直接导致心肌组织脆弱性增加 Losol等报道 左心是前臂心肌梗死 为心脏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与之相符 左心是有离弊 破裂患者都在破裂时立即死亡 抢救成功率极低 而事件隔离穿空患者 初早期由于右心是排空延迟 而导致右向左分流案 主要为左向右分流 导致右心是负荷过重 核肺动难压力升高 气发又新功能不全 继而发生全新衰竭 导致左心是舒张默契内心增大 心肌梗死类型和部位 与现在破裂患者的愈后绝不相关 这可能与本病的高死亡率有关 本研究为单中心小阳本研究 故研究偏移较大 由于本病死亡率高 存活患者较少 故为对存活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另外 本研究也缺乏尸体检科及组织学证据 综上所述 心脏破裂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罕见病发症 但其致死率极高 其中急性前臂心肌梗死 发生该病发症的几率较高 临床上需予以足够重视 特别是高龄住院期间再次心肌梗死 低收索压 左前价值病变 血红蛋白降低 低总蛋白和高水美患者 更应注意预防现在破裂的发生 降低心肌梗死患者的病死率 参考文献略 长按上方二维码 关注心内空间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